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最近PTE带考成风 很多人说 哎呀那没有吗 我想先过来嘛 先过来再说嘛 你过来第一天 你就要到学校办手续的 这边不讲英文 讲长沙话是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进的 你进的不是学校吗 你进的学校 他就是要有测试的 他也是考英语的 我记得我当时记得特别深 就是我们学校在这group assignment 然后另外一个组 另外一个组的人就是 有一个人是代考进来的 然后直接组长把他给报了 为什么把他报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组的成绩 你懂为什么 就是关系到整个组的成绩 你知道吗 如果你成绩不好 会印象到别的组的 别的组一定报你 知道吗 就算别的组不报你 你也过不了 你知道吗 你上台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写了文写的烂成叉 那这是你干嘛 在找人代写吗 代写 那你怎么找人代考呢 再说了 那这样不是阿威老师 不能这么说 我来澳大利亚不是来留学的 我是在 我可以护了 DVS 我是来打工的 我是来打工赚钱的 好 你等死吧 你这件事情 你知道吧 已经被人家抓到把柄了 你知道吧 就你代考这个事情 肯定是被人家抓 因为中介帮你办的嘛 你觉得 你觉得中介和别人联系的时候 就是你雇主 他不是有你把柄吗 他就给你钱 他就给你少钱 就把最低工资给你 你看咋地 你看咋地 他就不 他就 他就抠你 他就欺负你 他为什么 你有把柄在别人手上 别人能不欺负你吗 对吧 你下了 你下了飞机了 开开心心去猪场去喂猪去了 然后他就给你很低的工资 你敢咋地 他说你要不要做 你不做拉倒 为什么 你不是代考出来的吗 我把你抱了 你直接一命就回去 你手 你这个在别人雇主的手里 这么大个把柄 你觉得你能过的好日子吗 Oh no 拜拜 懂了吧